因为你那个 对 话筒 非常的 没有话筒的话 声音是断断续续的 要不这样 再待会儿跟下面 办公室一个情细 那咱们不管 因为听讲话 我们这边听得很清楚 所以说 我们就开始了 葛老师 葛老师好 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复旦大学 葛道关先生 给我们史却前沿 做第一讲的报告 葛老师非常忙的 我们本来是希望葛老师 能够到北京来 和大家面对面的 这一个交流 团经受保 但是呢 葛老师因为年事已高 而且呢 他刚刚从香港 还访学回来 再加上呢 说实在话 现在中国的 这一个疫情呢 还不能说是 这个特地 无影无动啊 虽然突然之间 消失好像是个奇迹 但是呢 他可能还隐藏在 某些特别的 这一个角落里面 所以还我们也担心 还会有一些风险 这样呢 我们就是 跟葛老师商量了一下 就是 用线上 交流的一个方式 我想这不影响啊 这个思想上的 这个学术上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交流 葛老师的情况 可能是不需要 我在这里面多言 那个 我看了一下 百度上面的 这个葛老师的建设 我吓一跳 那个 因为一个人 他一生 你写一本精彩的书 那已经不了不起了 但是呢 你如果一生 还可以 你连可以写一本到两本 而且本本都精彩 那这样的这个学者 这是什么样的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我这是 这真是 我非常佩服 就是葛老师在这一方面的 这个 我看那个 百度后面 我一般百度没法看到 但是 我看葛老师这个简介里面 最后的 有一个介绍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葛老师这个人的刻板 当然 那一个 当然也是爱吵架 当然还有一个秘诀 叫这个 介绍记 我不知道 我真的有 大家还记得 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还有一个 葛老师是四海诚家 所以 葛老师最近 就这几年 还有一个唱者 要从中国出发的 一个全球史 那实际上 他写这个中国史的时候 也是在世界各地的 他通过世界各地的资料 资料的收集 和学者之间的交流 以及他自身的这样一个理解 来书写 或者可以这样说 重新书写 中国的历史 而且可以说 在整个世界 这个学术界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具体的 我就不脱说了 我就把时间 那个省下来 请葛老师 介绍他 如何做好 这个历史学 葛老师讲完了以后 我们请 咱们这个 黄金涛老院长了 黄金涛老师 给大家谈一谈 他自己的 这个体会 好吧 那我们 我们现在可以用 热烈的掌声 让葛老师 精健的掌声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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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老师 星涛兄 各位人大的 同学 今天很荣幸到 这里来给大家 做一个 报告 但是大家 这个报告的题目呢 是什么 才是好的历史研究 我现在呢 要把这个PPT 调出来啊 看得见吗 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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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目呢 是什么才是好的历史研究 本来呢 我们讲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 我又加上了一个才字 可能呢 有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过度的 这个强化 我的判断 其实 我这里有一个副标题 就是从学术史来看 或者说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 所以呢 实际上呢 我是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 我们说 好的历史研究 有一些大家都公认的标准 基本标准 这个呢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情 就是我们历史学界呢 有一些共识的东西 那就是好的历史研究 但是呢 第二个问题呢 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 如果你在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 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呢 这里面当然就有些我的个人的判断 因为我要从20世纪以来的学术史 这个角度 去跟大家讨论一下 是不是有些学术研究 或者历史研究 更加的好 更加的重要 那么什么才是 陈英雀先生所说的预留的学术 那么这个是 我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那么到了第三个问题呢 我要跟大家再谈一些我个人的判断 就是说 我个人的心目中 在目前21世纪的时候 什么才是 可能是好的历史研究 那么 我要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现在更应该 把中国放进亚洲或者世界 这样的历史研究 就更有意义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三个话题 那么 我想 我们从第一个话题开始来讲 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 我总 我总觉得 评价一个历史研究 它到底好不好 我们学术界都会同意我下面要讲的这个看法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发明 我想这是历史学界呢 应该有共识的 首先 第一个 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的 就是好的历史研究 我自己呢 在 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三十年前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兴趣在中国佛教史 尤其是禅宗史 这里面 所以我举两个跟佛教师有观的例子 来说明 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的历史研究 就是好的历史研究 第一个例子呢 是胡适 当年对禅宗的 尤其是神会和尚的研究 就是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的 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也许大家对禅宗史没那么熟悉 我可以简单的说 大家如果了解中国禅宗史的话 就会知道 西天二十八祖代代相传 到了中国 达摩兰到中国 六代相传 然后到了六代以后 在到六代的时候 南宗和北宗进行辩论 分家 南宗提倡顿悟 北宗提倡建修 形成了一个大的历史转化 那么有这样一来呢 禅宗史呢 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叙事模式 那么 可是呢 1926年 这里有人讲话 1926年 胡适到欧洲去开会 他顺便到伦敦和巴黎 去看敦煌卷子 这个时候呢 他发现了遗失一千多年的神会的资料 正是因为胡适发现了这些资料 他后来写的一系列文章 整个改变了禅宗史和佛教史 而且他提出来说 并不是传统的神秀 北宗神秀和南宗慧能 是中国禅宗史的最重要人物 而是神会 才是改变了整个佛教 奠定了南宗禅宗地位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这是一个识破今天的 识破天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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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我想 不管怎么说 不管胡适的说法有没有问题 他这个新史料和新证据 等于是整个颠覆了原来的陈宗史 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呢 我想提出来的是 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做 识吹庆晴辉 这个识吹庆晴啊 也是在敦煌 发现了隋朝的三阶教的这个资料 大家要知道 在整个过去的中国佛教史上 因为隋唐都禁止三阶教 所以呢 三阶教的历史资料在 在历史记录里面就被抹掉了 可是呢 识吹庆晴的这个发现呢 填补了历史失落的环节 发现原来中国佛教史上 还有这样的宗教 以及宗教跟政治的大冲突 所以呢 我们说 胡适的这个研究 都关于神会的研究 和识吹庆晴关于三阶教的研究 我们说 它是好的历史研究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很多 有关禅宗 有关佛教 有关三阶教的研究 还要在它的延长线上继续走 那么我们要说 是不是这些著作 这些历史研究 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不是的 胡适也好 士吹庆晴会也好 都有很多错 我就曾经写过文章 就说 胡适的神会研究 很多具体结论 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正是因为胡适的研究 它提出了一些 根本性的 关键性的 有关禅宗史的一些说法 比如说 第一个 就是所有的禅宗 现在留下来的资料 都有一种攀龙 附奉 寻求正统的 一种目的 所以它经过改写 第二 它通过它的研究 它的资料证明 很多现在的禅宗的 历史的叙述 都是来自宋代 不是唐代 当代人写当代史 而是后代人写前代史 因此呢 我们要小心翼翼的防止 上了宋代人的当 第三呢 胡适在这个研究里面 它特别提醒了我们 由于佛教禅宗 是一个宗教信仰 因此呢 你要小心翼翼的防止 宗教自己的护教的心理 要从教外 去寻找新的证据 这就是胡适的作用 胡适的历史研究 我们不是说它 具体结论各个都对 但是它的这个启迪 是很重要的 那么同样 世却庆辉 这个 它的三阶教的研究 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啊 我们都相信说 中国历史上 宗教和政权的冲突 没有激烈到那种程度 从来宗教 就是自从 东晋末年 慧远大师 跟黄泉 进行了有关沙门不敬 王者论的争论以后 到了隋唐 已经形成了一个 宗教服从于政治的传统 因此三五一宗灭佛 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那么严厉的 就像欧洲历史上 或者日本历史上 那种皇权 政治 跟宗教之间 那种非常激烈的冲突 可是三阶教的研究 世却庆辉发现的新资料 就等于是给我们一个新的 启发说 不对 实际上中国也有 这样激烈的冲突 大家知道现在 禅宗史研究和三阶教的研究 都还是很兴盛的 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是在他们的延长线上走的 那么他们当年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证据 就是我认为就是很好的历史研究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 我在这PPT上写了 历史研究 并不完全取决于你具体的结论 正确还是不正确 正确的论述不一定好 不正确的论述不一定就不好 关键是 平庸而无用的全面论述 绝不是好的研究 深刻的片面 有时候恰恰反过来是好的历史研究 当然能提供有用的新资料和新证据 就是好的历史论述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果你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证据 恰恰是关键的 那就是更好的历史研究 我这里呢 想举再举两个例子 也许大家看过 一百多一百年前 日本学者桑源自障写的这个 《普寿根考》这本书 这个桑源自障通过中国文献里面 资料并不多的 一个叫做普寿根的人 发掘出了宋末原初 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 普寿根是祖孙三代 住在中国的阿拉伯人 他曾经在中国的泉州 当过海关的 就是士博斯的最高长官 后来投降了元朝 你从桑源自障的这本书里面 你可以知道 有几件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历史 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 这个普寿根这个事迹里面 被揭露出来 第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到了南宋 确实像刘子健说的 贝海立国 主要向外面的窗口 就是广州 泉州和宁波 第二 从普寿根的事迹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很多外国人住在中国 而且当时很多中国人 也常常跟着 异域的商人 去出海航行 第三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阿拉伯人住在中国 并不像汉族中国人那样 有所谓的王朝 或者国家的忠诚度 或者认同感 所以他在宋朝当官 到了蒙元大军来了 他又为蒙元效劳 心理上没有什么障碍 这样一来 你看 实际上 普寿根考这本书 它的意义就很大 因此呢 《桑源自脏》在各种各样 零零星星的资料里面 发掘出来的这么一个普寿根 就给我们带来了 关于宋元之记的历史的一个新面相 同样我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一个老朋友 加拿大的一个学者叫普正明 Tim Brook 他在那个牛津大学 Borderly图书馆 发现了一幅地图 就是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 我觉得他发掘的这个地图 非常非常重要 这幅大概是在1608年前后 也就是明代末期 中国商人绘制的一个地图呢 它跟所有的世界地图 和中国地图都不一样 它是以南海为中心的 它把东部亚洲海域 也就是中国东部 日本朝鲜 琉球 安南 仙罗 柬埔寨 苏门达 加里曼丹 爪哇 以及马六甲海峡 甚至远到印度的谷里 他画了一个圈 你只要看到这份地图 你就会联想到很多历史的问题 需要重新重新的去考虑 第一 他打破了以明王朝为中心的世界观 他呈现了当时的商人 就是中国商人 实际上 他是以南海为他的活动的中心的 第二 他说明了 即使在明代后期 在明代后期的中国人 东南亚人和欧洲来的商人和殖民者中间 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以南海为中心的贸易圈 第三 他实际上 他也回应了现在跨越王朝和国家的全球史 所以你只要发掘了这样的一个资料 你就是功德无量 至于说 补正明教授 他的这本书 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这本书 具体的结论对不对 其实可以放在一边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些年 所谓地不爱宝 实际上 现在发掘的新资料 是层出不穷的 比如说我们研究上古代的人 大家都知道各种简薄在大量的出现 我们研究中古时代 中国史的人 也知道现在非常流行的是用石刻材料 也就是碑转 碑制 但是问题是 什么才是关键的历史资料 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发掘史料的功夫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判断历史的一个观念 什么是历史最重要的关键点 这个是我们说 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 发掘新资料 新证据 同时又能把它跟历史的大关键 大关键联系起来 这就是好的历史研究 这是我要说的 它的第一个标准 那么第二个标准 当然就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念 我想大概中国学者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陈英雀先生 陈英雀先生在唐代政治史书润稿里面 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做关中本位 他就是说从北周到隋唐 政治的核心都是关中人 像洪农的杨氏 陵西的李氏 这改变了过去以山东和江左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一直要到武则天时代才发生改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太仔细的去讲这个问题 那么关中本位的这个政策 这个观念呢 提出了很多新问题 陈英雀先生用的史料都是旧的 但是这个说法是新的 这个说法对不对 不一定 我记得当年我我的一个熟悉的长辈学者 黄永年先生就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做六到九世纪的中国政治史 非常这个全面的去批评陈英雀先生的具体结论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陈英雀先生的这个说法 就是关中本位的这个说法 他实际上把历史研究 就是中古史研究里面的族群问题 地域问题 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综合起来了 提出了一个解释随唐历史的新思路 你不管是赞成也好 反对也好 你都得跟着他走 你反驳他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被他牵着走的 所以陈确先生的这个唐代政治史书论稿里面提出的 关中本位就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又比如说 何秉帝先生 大家都知道何秉帝先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在美国的一个中国学的大学者 何秉帝先生在明清社会史论里面 他以科举为例 而且引进了很多社会科学的方法 来讨论历史上的科举和社会流动问题 说明明清中国社会的社会流动 因为有了科举 所以就比欧洲要好 他认为呢 科举导致的阶层流动 在中国使得阶层能够不顾化 那么后来呢 就因为他的这个提出来这个说法呢 就导致了很多问题 像后来的美国学者像好肉贝 韩明氏 就是哈德威尔和 还有我的一个老朋友 本杰明 爱尔曼 以及很多的中国学者 都不得不来讨论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 科举真的能够造成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吗 第二个 影响身份变化的范围 就是通过科举改变身份 它的范围 究竟应该是只看直系亲属 还是说看大家族 他能够言及几代 第三 中国和欧洲社会 在阶层流动和变化中 到底有什么区别 它们影响了什么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需要认真地去反思 因此呢 他提了这个问题以后 提出这个观念以后 大家都得跟着去讨论 所以我们说 这就是了不起的新思路和新概念 如果你提出新思路和新概念 那么 你就像一个 给了提供了一个聚光灯 我们知道聚光灯打到哪里 哪里亮 你就不由自主地要跟着关注 跟着讨论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来讨论 这个中国社会 社会的这个阶层变化问题 你难道不提和平地吗 如果你讨论 中古时代的族群地域文化 你不提陈英雀先生 这个关注本位政策吗 肯定不行 所以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 有争论 有反响的论注 由于它有新思路和新概念 总比那个水花都见不起来的论注 有价值 我最近呢 因为跟日本学界联系的比较多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日本的一些著作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日本有一个学者叫顽山珍南 顽山珍南提出来一个忠诚与反叛 这样的一个论述 它就让我们去想一想 日本这个国家 它的政治伦理的绝对性 为什么不像中国的政治伦理的绝对性 中国就是你不是忠诚 就是奸诚 不是忠诚就是反叛 可是在日本 忠诚和反叛有多层次 这是为什么 忠诚于大明 和忠诚于将军 和忠诚于天皇 多重的这种忠诚 使得你很难去界定什么是反叛 像这样的问题就很重要 又比如说 最近可能会 国内会翻译出版 一本叫做王爷善宴 这个日本学者写的 日本的东与西 他就打破了我们过去 把日本看成是铁板一块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才知道 哦原来日本的东和西 其实是 从根根上 它就有不同的 两种 不仅是人种 而且是文化 甚至影响到政治 那么像这样的研究呢 它就有新思路和新概念 所以我想呢 这些东西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三个标准呢 就是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新方法 和新典范 那当然就是更重要的 好数 好的历史研究了 我觉得这是最高标准 给学界提供典范 提供方法 它不仅是在本专业产生影响 而且最好能够让其他专业 也学会照猫画虎 这就很非常了不起 我这里也提供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当然就是大家熟悉的王国为的 这个 《殷须朴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和《殷州制度论》这两篇文章 它不仅证明了 它通过甲骨文 当时最新的史料 甲骨文 证明了史记里面 关于殷商 先王和先公 就是世代记录的正确性 而且通过这个呢 更往下证明了 殷州之间文化 有一个深刻的变迁 我简单的说两句 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同意 这个王国为的殷州制度论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殷州制度论 它说明从殷商到西州 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个最根本的改变 什么改变呢 就是由于它确立了所谓敌长子继承制 因此呢 它就死得后来我们说的周公至礼作乐 有了可能 因为有敌长子继承制 直系 旁系 内 外 就分得很清楚 因此呢 理智才能够展开 这样一来呢 就奠定了我们传说的 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系列的 规则和礼仪 那么 它是怎么证明 它就是通过甲骨文的这些资料 来 说明了 这一点变化 我顺便说一句 大家可能原来以为王国为的先功先完考 只是一个考证文章 而殷州制度论是一个论述性的文章 但是因为我在日本刚刚好发现了王国为送给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的首稿 而且是初稿 所以呢 我们就证明 其实它的考证 后面 引发出来的 就是殷州制度论所说的那一套大道理 因此它的考证是有目的的考证 它的结论是有证据的结论 这点很了不起 那么 同时呢 它也通过这篇文章 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典范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所谓两重证据法 就是用地下考古发现的资料和地上传世的文献相结合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讲两重证据法 后来包括饶宗宜先生以及一些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提供的所谓三重证据法 其实都是从王国为这儿开始的 那么我再举第二个例子是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 竹可真先生 那么竹可真先生 他是一个气象学家 但是他做的一个历史研究 也就是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化的研究 他提供的新方法和新典范又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奠定了研究古代中国的气候变迁和环境变迁 他是要用考古 误后和文献三重证据叠加来重建中国历史上的气象变化 给后来的自然环境史提供了典范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说医治日着病匆匆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说法证明了在古代一月份的时候 那个兵有多后 又比如说大家如果读过月令 礼记里面的月令 就知道他在每一个季节开始的时候 他都描述很多什么虫子啊 鸟啊 动物啊 草啊 这个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物后 那么再加上考古 再加上文献 我们就能够大体上还原古代的这个气候变化 大家可能都了解最近这些年因为全球史的缘故很发达了 所以呢这个对于环境 气候灾难 这些研究成了历史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门类 人大青史所当年研究自然灾害史 那当然就是非常杰出的 但是我想呢 竹可真先生做的这个研究 因为他非常早 大概是1920年代的时候 所以呢 他的这个应该说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方法和新典范 这些作为新典范和新方法的历史研究 不一定没有问题 我刚才说了 关键在于 他是一个典范 什么是典范 范就是古代胶筑金属的模子 融化的铜或者铁 胶筑进去就按照他的样子成形 所谓典范的历史研究 就是规定了后来这个主题研究的框架方法和理路 那么这种研究呢 就更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研究 他会引出或者引发出一连串的历史学的新研究 可是我们现在很遗憾 我坦率说我对现在的历史研究有很多的不满意 我们现在很多学术论著 我认为这就是好的历史研究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 那么第二部分呢 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谈谈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 可能大家都读过陈确先生这段话 陈确先生在这个陈元敦煌节鱼录的序里面 讲过这样一段话 我就不念了 他说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 学术呢要预留 不然呢 就是未入流 他的意思是说要懂得学术史的变化趋向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不是说要去赶时髦或者赶潮流 而是要有参与和引领国际学术话题的意识 以前呢 我 我读这个香港有一位散文家叫董乔 董乔写了一篇文章写得很调皮 我经常用来比喻我们学术界 他说啊 穿十年前的衣服 是邋遢 穿三年前的衣服 是落伍 但是呢 穿一年以后的衣服呢 是时尚 可是你要是穿十年以后的衣服 那就是怪异 这段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我们做历史研究 其实也是要走在时代话题和当下潮流的前端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 你的问题才能够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 你的研究才有国际对话的可能 你在国际学界才能够找到彼此竞争和比赛的对手 现在是全球化 国际化的时代 你不能关在门后耍大刀 躲在小楼里面成一桶 当然你说我的研究 二十年以后才有人看得懂 很好 但是问题是 绝对没有人跟你讨论 也没有人能理解 也许你就一个水花都溅不起来 就淹没掉了 那么 我想用二十世纪的学术史呢 作为例子 简单的讲一下这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 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 我曾经以历史学为主 去讨论中国学术的新变和学术史的大背景 我给它归纳了四个变化 这四大变化 我想就是中国历史研究也好 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也好 是从传统到现在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呢 就时间缩短了 所谓时间缩短 就是把神话传说 从历史里面驱逐出去 大家都知道古史变 不管古史变 有多少考证不对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个最根本的地方 就是它把神话传说和历史分开了 它把时间缩短了 并不像我们以前总说的三皇五帝 把传说时代也给放在历史里面 我记得以前陈英雀先生在回应 当时的国民政府要他 要征求他的意见 编写历史教科书的时候 曾经回应说 中国历史学界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点点进步 你不要又把三皇五帝搞进来 我想 陈英雀先生 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学者 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 但是他在这一点上 他也肯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历史研究 他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使得历史学走向科学 客观和实证 这是第一个很大的变化 第二个呢 空间放大 他中国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汉族中国 或者我们说的王朝的历史 而是扩大到满猛回藏线 甚至是整个亚洲和世界 这一点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法特别仔细的说 这里不光是跟黄兴涛教授 曾经研究过的 这个有关这个五族共和问题 现实有关 而且同时也受到东洋学和西洋学的一些影响 当时的学者都开始意识到 要说明汉族中国的历史 恐怕不能抛开周边各种非汉族群的历史 甚至应该扩大到更大的范围里面去 所以从晚清的西北史地之学 蒙元史从修 一直到后来的敦煌 发现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变化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把空间放大 那么第三呢 是史料增多了 大家都知道有四大发现 或者五大发现 甲骨 敦煌 大内档案 居原汉奸 或者再加上胡适所说的 日本韩国所保留的中国史料 它引出和刺激了很多很多的课题 那么第四个呢 是问题变得复杂了 过去王朝 王朝为中心的历史 基本上是一个不断循环的 诗德被推翻 再重新建立 这样的一个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一个逻辑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各种各样的理论 进化论啦 什么帝国主义啦 反封建啦 农民起义 让步政策 资本主义 萌芽 殖民主义 什么都来了 那么这个就把问题变得复杂了 使得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的解释 变得丰富起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新变 二十世纪 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 其实 我们可以归纳 就是这四个方面 非常的重要 可是我们要说 这四个方面的变化 其实是有更深厚的 世界学术变化的背景的 我最近出版了 我的那个亚洲史的 研究方法那个书 我里面有一节专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有关中国史的 现代学问的形成 是跟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欧洲东方学 跟日本东洋学的新变化 是有关系的 我在那里面 大概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简单的说 就是说 大概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大家可以看到 欧洲东方学和日本的东洋学 都开始超越传统汉族中国的 范围 这就是我们讲空间放大 大家可能都知道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对中国刺激最大的各个方面里面 第一个就是西域和南海之学 西域和南海之学 它不再仅仅是围绕着汉族的中国史 而且把历史放大了 同时由于各种史料和空间 扩展到中亚 蒙古 满洲 西藏 东南亚 你不得不去了解各种亚洲的各种语言文字 所以呢 这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整个回顾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 那个学术史的一个变化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在这里举了像雷木沙 克拉普罗特 费朗 薄熙和 白鸟库吉 吕田亨 这些都是 无论是东洋的还是西洋人 他这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 这就是以前富斯年所谓的鲁学 就是打鲁的鲁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东洋和西洋的学者 跟我们中国传统 士大夫演化过来的学者 是不一样的 他们往往能够超越精英文化世界 走进底层的宗教和社会 我在这里也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 高研 他写的六卷本 中国宗教系统 陆士囚写的关于中国民间信仰 沙丸写的关于道教泰山 头龙俭 以及葛兰岩 马伯勒他们对于 先秦社会和道教的研究 这些东西呢 有其实背后有传教士的传统 因为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要深入底层社会和边缘社会 他们很容易直接接触到底层的宗教和社会 因此呢 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传统的士大夫 总是围绕着精英文化世界来做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实际上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第三呢 因为外国人不是中国人 所以他更看重中国跟外部的交往 所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历史和文献 就格外受到东洋和西洋学者的注意 大家可以看 他们很多人特别关注什么旅行记 初始行记 像朱藩制 书役制 航海记录这些东西 甚至包括二十五时里面 有关周边蛮夷的那些 外国的那些资料 都是他们特别重视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沙碗 沙碗就特别特别看重 汉书后汉书里面 那个西域传 和班超班勇传 这样的一些资料 那么第四方面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其实东洋学和日本的东洋学和欧洲的东方学家里面 有一批人跟探险和发掘是连在一起的 他们的田野调查和遗迹发现 其实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起点 这个过去有个历史学家叫贺昌群 贺昌群就说这是一个发现的时代 可是这些发现为什么都是西洋人和东洋人在做的 我前前几年我给这个长潘大定 他们写编的那个中国史记调查的那个六卷本的大书 写了一个前言 我们也在感慨 为什么这些发掘 比如说我们看到最有名的龙山道教遗址 包括像天龙山佛教遗址 这些东西为什么都是洋人在发现 甚至包括我们说印线木塔 际线的一些辽代的这个佛教建筑 虽然我们后来梁思成 林辉英他们也去做调查 但是他们显然是受了西洋人和东洋人的启发的 这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就是他们不像我们总是习惯于 大家如果看清代的著名学者像王明胜 钱大兴 赵毅 他们围绕的还是二十四史 资质通鉴 石通 这些传统的经典史料 可是洋人 东洋人和西洋人 他们往往特别注重超越经典危险 会去注重边缘资料的发现 不仅仅是超越二十五史 或者说自治通鉴 或者是石通 而且他们会去特别强调 去发掘西域的南海的资料 发掘东敦煌文书 民间文献 去寻找异族语言的一些文献 这五个方面 就是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的上半页 整个东方学或者说围绕着中国的亚洲研究的一个大趋势 而我们中国其实是受到那个大趋势的刺激的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能都认为 像沈曾直这样的人是非常的保守的 但是你看沈曾直给王国维写的一封信里面 他曾经说 我们现在中国学术 中国历史研究 有什么往前推进的地方吗 他里面讲了一些例子说 若调之后一 调之就是东汉班超曾经到的地方 有的人说是波斯湾沿岸 有的人说是叙利亚古代的赛劉西王国 他说若调之后一至西迁 若天穆尔后王之世系 大家都知道天穆尔是什么人 就是蒙古以后的这个最重要的中亚的统治者 若肉之西域之分布 大家知道大肉之曾经是在甘肃 到现在的克什米尔那一带 一直到阿富汗那一带 是有过不断的流动的过程 若安达罗巨南中印南印之兴衰 这个安达罗是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 印度的南方古国 那个是地方有佛教的遗迹 那么巨南呢 有人说是西域的在罗布伯附近的 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他说他最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但得欧籍参政五国史书 如果能够得到欧洲的研究和资料 来跟我们国家史书的记载 来互相参政的话 那么里面尚有未经发挥之嫁意 就是说里面还有没有发挥的重要地方 这个是中国学者可以共诸世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点上 实际上中国学者当时有很明确的预留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 这是一个大的潮流 一方面当然我们说 这是近代欧美列强力量大 他们的学术取向成了潮流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确实是东方人研究东方所缺少 或者说忽略的地方 因此呢 19世纪末 20世纪上半叶 欧洲的东方学先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的东洋学也走上了这个路子 大家看到像百鸟酷吉啊 内藤湖南啊 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桑源滞藏啊 宫崎世定啊 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取向 同样 大家不妨想一想 整个20世纪 有关亚洲和中国的学问 是不是在这些方向的延长线上 你数一数 梁启超 王国伟 陈远 陈英雀 顾杰刚 富四年 你就知道 陈英雀先生在刚才我们提到的敦煌节鱼录里面 序里面说的预留 就是进入国际学术对话的大潮流里面 你不能自说自话的自己玩 不管别人怎么说还觉得自己是屠龙绝序 冷门绝学 现在咱们特别爱讲冷门绝学啊 那样的就麻烦了 没有对话 也引不去公众的兴趣 这个时候 你再回过头来看一看 陈英雀先生说 在王国伟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面 他总结的 王国伟的学术 为什么能够在那个时候 是大家都关注的焦点 是取得巨大成就的三大要点 你就可以明白 你看 取地下之实物 与地上之遗文互相示证 这就是两种证据法 第二 取一族之故书 与五国之旧籍相互补证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引用沈曾志所说的话 就是要扩大中国史的范围 拿非汉族的那些非中文的那些各种资料 跟我们国家的史书互相补证 第三个 取外来之观念 与固有之材料 互相参证 这个就是改变自己的原来的观念 用外来的一些观念 和我们本国的材料 互相来印证 改变过去 非常保守的单一的那种解释框架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中国和世界这个学术 是有一个互相预留 彼此激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 所以我们再回想起来 大家都可以知道 为什么1928年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是历史加上语言 我最近跟这个 最近这几年跟台湾的十一所 因为我是十一所的学术咨询委员 所以我们也在那儿检讨这个问题说 现在十一所历史成了一块 而语言分出去了 其实是跟20世纪上半叶 富斯年的时代 那个取向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但是我们回到富斯年的时代 我们应该看到 这就是欧洲东方学 日本东洋学 以及中国当时学问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趋向 这就是当时的前沿或者潮流 所以你如果这个时候回过头来看 沙婉薄熙和的摩尼教入中国考 刚才我们提到的桑源志藏的朴寿根考 还有陈元先生的袁熙玉仁华画考 以及陈英雀先生的各种著作 你就知道这些问这些领域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预留的学问 因此你只有预留 你才能够成为好的历史研究 或者说成为有大家关注焦点的历史研究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这个王潘森先生在上海 有一个对话 其实我对他们的这个发掘一些边缘的史家 当然我非常赞同 但是我也有我的焦虑 有忧虑在里面 你比如说他们发掘很多一些 可能是非主流的历史学家 那么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在四川的刘贤心 他那个推石书 有人把他抬得很高 但是我个人就感觉到 你反过来你要去想 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主流 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到的所谓主流 实际上就是像胡适 梁启超 王国伟 陈元 陈英雀 傅斯年 顾吉刚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发浅德之忧光 把这个边缘的被淹没的历史学 把它发掘出来 是很重要 也很有必要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史学 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 大家都共同关注的历史前沿 刚才我引用董桥的那个话来讲 也许那些边缘的被淹没的史价 是穿了十年以后的史装 但是 坦率说 他们没有对话者 他们不能激起 学术的新的变化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一个时代 既然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潮流 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下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说 到底什么才是 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 好的历史研究 那么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判断 就是现在国际学界的历史研究的走向是如何 我不太敢瞎说 不太敢瞎说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既不能有那么广阔的视野 也没有那么前瞻的判断 但是呢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资讯 我记得2011年 2010年前 在上海浦东 当时这个哈佛大学的中国基金会呢 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 讨论应该资助什么样的中国研究 或者东亚研究 或者亚洲研究 这个会呢 2011年在上海浦东的哈佛中心开的 2011年的夏天 在哈佛大学开 后来第三次呢 是2012年的在纽约开的 我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 记得当时来自美国的和中国的 还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学者 都来参加讨论 我记得当时两位学者 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王德威 一个是哈佛大学的欧里德 他们在黑板上写大家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把关键词写出来 如果大家都同意 说这个关键词很重要 就留下来 如果觉得没什么重要 就把它抹掉 最后呢 留下了十几二十个关键词 至今我还记得 其中有一些是大家都认为 目前应该特别重视去研究的 其中包括什么呢 包括边境 边境与疆域 跨语句交流和翻译 中心和边缘 离散和比较 认同和背离 国际化和本土化 帝国和国家 这等等等等吧 民族和族群 以及信仰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是 大家都关心的一些 共同关心的主题 如果你的历史研究 能够关注或者涉及 这些话题 而且呢 又使得你通过 现在的这些新的话题 来发掘历史资料 而发掘了历史资料 又不得不使用 比较新的方法 也许你的历史研究 就有点意义了 那么这些年来呢 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怎么样去打通 中国史 亚洲史 和世界史 我记得 200几年 2003还是2002年 我跟已故的何方川先生啊 都在香港城市大学 给他们上课 上课的时候啊 这个 我们约好 因为我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单元里面 就约好了说 他讲世界史的时候 我去听课 我讲中国史的时候呢 他来听课 然后晚上呢 就在那聊天 坐在客厅里面聊天 我记得何方川先生 就跟我叹气 他说 哎呀 他说 格老师啊 你说我们 做世界史的人 中国史的知识 大概不比 大学生 好多少 我也跟他讲 我说 何老师 我说 说实在话 我听你的课 我也感到 我们做中国史的人啊 世界史的知识 大概也就最多是大学生的水平 所以何方川先生 后来一直在讲 我们为什么 我们的世界史 总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 而我们的中国史 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 那么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 有那么深的鸿沟吗 教育部为什么要把 现在还要把中国史和世界史 分成两个意义学科 这点我始终想不明白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使得中国史和世界史 变成了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我们现在认为呢 真正的如果要把中国史做好 你必须得把中国放进亚洲或者世界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 我们现在讲 这个你研究学术 不仅要做学术 做一些学术的判断 更主要的你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 也要摸清楚国际学界的行情 行情这个词有点俗 好像是做买卖似的 但是这是杨连生先生 当年在书评经验坛里面 曾经讲到的 他说做学问如果不懂行情 你就完了 那么近十年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史的书 翻译的数量 大量的出来 我不知道如果你们关心这个 出版界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世界史全球史或者外国史的书 好像现在非常的兴盛 是不是 我自己我都关注了很多这种书 大家为什么对世界史全球史或者外国史 有异乎寻常的热心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过去啊 我的印象里面 过去若干年里面 日本史的书是翻译的很少的 大家对日本史也没什么兴趣 可是最近这几年 日本史的书也翻译了很多 更别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列举的这些书了 为什么 我觉得呢 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外国史世界史的书 让大家都突然一下子都有这样的兴趣呢 其实我想呢 可能背后它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大家一个潜在的共识 就是说你想了解中国 你必须去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背景里面 如果你要想了解世界的背景 你一定要对外国的历史 全球的背景要有所了解 大家都知道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讲过了 中国历史分成三阶段的话 第一阶段就是中国之中国 第二阶段从秦到乾隆时代 是亚洲之中国 那么乾隆以后 大家都知道 他讲的是世界之中国 对吧 那么显然 我们现在 我最近做过一些了解 显然我们现在对世界历史和 这个世界历史和 外国文化历史的关注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跟中国的关怀 对中国的关怀是有关系的 这就像我们通常所说的 镜像 或者是反光 借了外国来看中国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 成了我们大家都 都关注的是吧 你比如说 为什么世界文明会冲突 为什么民主会走向独裁 和平会走向战争 就像我们注意到没有 现在流行的或者卖的很好的世界史的书里面 像日本的从大政到昭和转化的一些书 大家都很关注 和讲德国纳粹的书 也很关注 比如说 对国家 帝国的关心 也就你研究一个帝国 你就不可能只看中国 要看世界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都有所谓帝国史 或者新帝国史的这个热潮 那么 所以我们说呢 把中国 如果你能够放在亚洲 或者世界的背景里面去讨论 可能会讨论出一些 过去我们所忽略的问题 在这点上 我想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这是我上次在四川大学 给他们讲 讲演的时候 也提到的 大家都可能都熟悉 日本有一个和尚叫袁仁 这个袁仁呢 这个有一部来中国旅行的日记 叫做入唐求法巡礼行迹 这本书作为有关唐代的历史资料 很早就被日本学者所关注 因为它是有一本抄本是很早很早的 被当作日本的国宝保存在一个寺庙里面 在二十世纪在二十世纪的上半月 也就是一九二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被发掘出来 而且被印出来了 但是对于这个入唐求法巡礼行迹的研究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做得不够 反而是美国学者赖世和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位非常了不起的美国的日本史专家 赖肖尔 他在一九五五年做的这个研究 反而是让我们眼界大开 而且呢 他充分的提升了原人这本书的意义 他是怎么说的呢 如果大家看他有本书叫做原人在唐朝的旅行 他第一章里面他就跟你开宗明义就讲清楚 他说西方人都在谈论马可波罗 好像马可波罗是最早踏上东方的土地 留下资料的一个了不起的旅行家 可是你们有没有人 就是因为他是用英文写作 所以他是针对的西方读者 他说你们有没有人意识到 马可波罗是13世纪的人 可是有一个比马可波罗早400年的人 也在中国旅行过 也做了非常仔细的旅行的记录 而且他是亲手写下来的 和马可波罗辗转的记录下来的 还不一样 这是他的第一点 他说 他说呢 比起世人皆知的马可波罗来 原人的名字和他的著作 只在其故国日本的学者圈里面 被人所知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他说呢 原人要比马可波罗更了不起 他说因为马可波罗呢 他说 马可波罗 他是既不懂汉语 也不能看中文的人 可是原人呢 是从中国文化分支 也就是日本来的 因此 他有一点像是中国文化的继子 继子就是继承的继 儿子的子 他说 他受过复杂的汉字书写的方法的教育 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佛教学者 所以马可波罗 只是作为统治和歧视 当时中国人的蒙古征服者的朋友到中国的 而原人呢 是和中国人相同 信奉佛教的 懂得汉文的 更容易进入中国人的内部生活世界 因此 他更能够从内部洞察中国人的生活 所以他说汉文化圈里面的异域之眼和异文化圈里面的异域之眼是不一样的 因此他把原人的这本书的意义更提升了一步 但是最重要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美国学者 大家都知道赖肖尔他曾经当过美国驻日本大使 后来日本驻日本大使卸任以后他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全大学教授 这个我在哈佛的档案里面看到当时学校给赖肖尔的一个待遇是 作为大学教授可以随意选择你在哪个系工作 这个 这个待遇大概是非常高的 而且赖肖尔最近马上有一本他的大概是传记即将出版了 就中文本即将出版了 那是非常了不起 这个他和费正清是公认的美国这个中国学和日本学的两座开山祖师爷 那么他对原人的这部书的分析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世界史的角度 他说原人无意中参与了一个重要的文明进程 他说 那个时代正处在东西文明史的两个重要发展之间 他说从六世纪开始的地中海文明北上席卷了整个北部欧洲 中国文明南下波及了南方中国和东南亚 那么也就是说从六世纪后半到原人进入中国的九世纪 两个伟大的文明如同洪水一样 急速的而且强烈的冲击着各个国家 可是正好是在原人进入中国的时候 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他说九世纪 他说回教大师帝国强盛并且横扫地中海 这个时候呢 欧洲的败战亭东罗马帝国大大的衰落 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呢 因为大家这个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大背景 当时这个阿拉伯帝国席卷地中海以后 这个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那些教士 就是教会的教士 只好不断地退回到罗马帝国所控制的那个范围 它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这个教会教士在罗马帝国的数量 急速的增加 而这个疆域缩小 又使得政治权力 军事贵族和传统官僚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 地中海贸易受损 统一的基督世界也出现了问题 因此呢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 圣像破坏运动 大家可能了解世界史的人都知道 这个利奥三世开始就开始破坏圣像 因为想打击这个基督教 那么这个时候呢 破坏圣像的这个运动呢 持续了很久 高潮是发生在九世纪的开端 一直到主持破坏圣像的利奥五世 在公元八百二十年被杀 可是这个时候帝国迅速的在衰落 可是在这个同时 也就是过了二十多年的同时 差不多时代很接近的 在中国同样有一个五宗灭佛运动 同样有一个五宗灭佛运动 公元八百四十五年 唐五宗灭佛同样给大唐帝国的统治带来危机 而赖肖尔就说 猿人就是在这个大潮流的末端出场的 而且见证了远东历史的最后的一个 从圣到衰的一个大变化 他把这个几乎同时的圣像毁坏和五宗灭佛放在一起 同时讨论了罗马帝国和大唐帝国的衰落期 而他认为 猿人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日本和尚 到了中国 到了中国留下了记录 事实上 他也记录了当时世界史上最大的事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世界三大帝国 我们经常说三族鼎立 其实当时就是伊斯兰大士国 还有拜占庭帝国 还有大唐帝国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把这个历史放在世界史里面的时候 他的解释就非常的有意义 正是因为赖孝尔的这些解释 使得入唐求法巡礼行进 他的地位大大的提高 大家可以看 在他的身后 在他之后 出现了日本著名的学者 叫小野圣年四卷本的 入唐求法巡礼行进的研究 这是在1960年代 中后期出现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叫足利喜六 他也做了一个教著本 入唐求法巡礼行进 但是这也都是在赖孝尔的启发之下 而正是因为赖孝尔的这个论述 使得原人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进 这本书成了世界文献 我们不能说它是名著 但是它是世界史上很重要的文献之一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例子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事 公元663年 在朝鲜的 现在朝鲜半岛的 西侧海 一个江海交错的地方 叫白村江 或者叫中国叫白江口 发生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 如果你把它放大了视野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我前2020年呢 我在日本东京住了八个月 有一天到书店里面去闲逛 就看到我们PPT上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呢 写的就是这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的写的这个小说呢 居然排在当年历史小说的 当年小说的第一位 抗销书第一位 而因此呢 引起了我非常大的好奇 我就说 这个白村江 这个小说能这么红 这么火 那么日本的历史学界 对白村江之战 它的研究是怎么样的 于是呢我也去看一些日本的有关白村江之战的这个研究 哎 我就发现挺有意思 然后你回过头来看中国和韩国的研究 你就会发现 确实我们三个国家之间的视角 对同样一件事情的视角 是有差异的 因为这场战争本身是涉及到中日韩三国的 对于大唐帝国来说 这场战争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重要的 因为大唐帝国更重要的是 是打败突厥 打败土豫魂 跟土博 松赞干部 结亲 安定了整个西边才是大唐帝国的重心所在 尽管说唐太宗两次增高率 增高个率 但是实际上 在大唐帝国来说 东边的这块地方 东边的边境 边疆 不是太重要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新旧唐书通点 测辅原规 知识通鉴里面 他占的比重都不大 甚至是旧唐书里面 在唐高宗本纪里面 居然一句话也没提到 新唐书的高宗本纪里面 也就是一句话 那旧唐书本来那个 东夷新罗传和日本传 也都不记载这件事情 只是记载 前三年 公元660年 苏定方联合 新罗打败百计 这件事情 他看的比较重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不太看重 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这场战争 在中国人心目中 不是很重要 这是很简单 因为对于大唐来说 新罗百计高勾立 对于大唐 并不是走夜之患 可是对于朝鲜呢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如果看 朝鲜的三国史记 你就可以知道 唐朝支援新罗 打败高勾立 和百计 最终使得新罗 统一了朝鲜半岛 建立了统一新罗 对于朝鲜半岛 后来的政治文化 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开始的时候 唐太宗不太热情 对于这个新罗 要求唐朝出兵支援他们 一点都不热心 我曾经 这个时间关系 我也不能仔细讲 唐太宗曾经 跟新罗的使者说 算了算 我给你来点 发几个人过去 吓唬他们一下 他们就不打你了 或者说 哎呀 我给你一些衣服 旗帜 你穿上 举起旗帜 下不下不 就行了 或者我派几砖 纸质船 给你 帮你 再侧翼 支援你一下就行了 可是新罗 因为要求得 大唐的支持 所以 新罗不断的大唐化 公元 六百六百四十九年 新罗改变了他穿的衣服 叫做史福中朝衣冠 大家要知道 在古代 穿什么样的衣服 戴什么样的帽子 这是决定一个文化认同的一个非常大的象征 到了公元六百五十年 新罗 用不再用自己的年号 用的是唐高宗永辉年号 大家知道古代历史最重要的在东部亚洲 一幅色改正硕 改正硕就是用年号 用谁的历法 这个就是表示认同的一个重要地方 到了再过一年 新罗决定 改用唐室的官制 废除了新罗自己的那一套独特制度 这也就是使得后来新罗迅速的大谈话 而新罗通过战争 尤其是通过白村江之战 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 当后来才打败高沟利 这件事情决定了新罗 也就是朝鲜半岛的文化和政治取向 可是更重要的不是对新罗 而是对日本 这个日本呢 大家知道 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 当然跟接受了中国的大唐 隋唐的所谓律令制国家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非常简单的讲 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 由于白村江之战 他就没有走上 后来纯粹的 隋唐式的 绿令制国家 因为白村江之战 日本出兵 四百艘船 结果全部毁灭 导致了日本的国力 受到极大的损失 而后来呢 因为这些兵 这些船 很多是贵族 就是日本的地方贵族 提供的 因此呢 后来的日本国家的 在逐渐建构过程中 他不得不向贵族制 让步 这就使得 日本的古代国家 他绝不向中国 秦汉隋唐以后的 律令制国家 是所谓的 郡县制 就是中央 完全控制 地方 逐渐的 把贵族 给 给 淡化掉 日本呢 正是因为 战争的 这场战争的失败 使得日本 国家 不得不 给向 天皇不得不向 贵族让步 在这场战争之后 把贵族 分为大事 小事和伴造 给大事以大刀 小事以小刀 伴造以弓箭 并承认 各个贵族领袖 对于民众的支配权 而且呢 还给他们 都赋予 他们的神圣的 那个象征 这个呢 我个人认为啊 就决定了 日本的 古代国家 形成之后 尽管是以 隋唐的 律令制国家 为模板的 但是他走上了一个 跟中国的 律令制国家 或者说 俊县制国家 很不一样的路数 所以我 我最近呢 有一篇 很长的文章 将在 马上就在 清华大学学报上 要发表 就是在分析 这个中国和日本 走向不同道路 其实中国和日本 没有那么像 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个 一一带水啦 这些话给蒙住 其实中国和日本的差异 绝不比中国和法国 英国 德国 美国的差异小 这是第二个例子 当你把这个 白村江之战 放在整个东部 亚洲的这个背景 下去看的话 你会对他有 新的理解 能够是让我们 看到 东北亚历史的 不同走向的起点 在什么地方 这是第二个例子 好 最后我们讲 第三个例子 这里面有一些 我个人的感慨在里面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季先生 季献林先生 我们一直很 关注季献林先生的 这个动向 因为我跟季先生 还是有一点 有点关系的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季献林先生 已经年纪很大了 可是他一直 每天到图书馆去 收集资料 去写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 后来1997年 在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文化交流的轨迹 中华这堂史 后来的修订本 扩充成两卷的 叫做这堂史 是2009年初 他为这个书呢 曾经还给我写过一封信 大家看右边的这个 他跟我有所讨论 那么季先生 写这个书呢 他主要是 从一个契机开始的 他发现在敦煌文献里面 有一个词叫做 萨格令 而这个萨格令呢 来自梵文和巴黎文 他就是堂 而且呢 他也注意到 无论是英文 法文和德文 唐的这个字呢 都跟梵文和巴黎文的发音 作为词源 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呢 他从这儿出发 就去考证 糖是怎么样 用甘蔗来制糖啊 是怎么样从印度到中国 然后到世界的 他的主要内容说 中国早期呢 是没有甘蔗的糖的 到中国时代呢 才有十米 到了唐代呢 中国用甘蔗来榨糖 但是呢 技术不如印度 所以唐太宗呢 还派人到印度啊 去学习制糖技术 但是后来呢 到了宋代呢 中国出现了第一部 关于制糖的书 叫做糖霜谱 而到了蒙元呢 西域来的回会人呢 把制糖的技术 大大的提高了 还懂得了 用树灰加进甘蔗汁里面 怎么样得到更好的 更多的白糖 同时呢 他也研究了说 制糖的技术 虽然来自印度 但是怎么样传到波斯 传到阿拉伯 以及这个东南亚 那么 很多人就说 这个书 他研究的是一个糖 这样的一个食品 它的意义在哪呢 如果大家想了解 季先生研究这个糖 有什么意义 大家可能要放开眼界 去看世界 关于糖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 看这样的一些 就在季先生研究糖的同时 日本 欧美 很多学者出版了 不同的 研究糖的著作 那么 我们介绍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1985年 最近刚刚去世的一个美国学者 叫西敏斯 西敏斯呢 在著名的企鹅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经典著作 后来商务印书馆 已经出版了中文本 叫做《甜与权力》 《糖在近代历史中的地位》 他指出 糖最早 在欧洲呢 是奢侈品 可是他怎么样从奢侈品 变成日常消费品呢 当然是跟生产和成本有关 糖多了 价格便宜了 他就 不能物以稀为贵了 那么 英国的糖 为什么又多了又便宜了呢 这个西敏斯 这个研究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非常非常有意义 他就从波多利哥和加勒比海的 田野调查开始 考察了17世纪以后 西印度群岛上的奴隶和殖民 他说奴隶和殖民促进了糖业的发展 使得大量的便宜的糖销往英国 促进了工业化的英国 大量消费这糖 这糖成为工人阶级卡路里的廉价来源 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 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 在西敏斯这儿 糖的意义不只是糖 他通过糖 把奴隶贩卖 殖民事业 工业革命 西方崛起都连起来了 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 季先生当然不一定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 不过他一定感到通过某种具体的物品 贯穿到跨国境的历史研究里面 是一定很有意义的 那么在季先生撰写他的这堂史的同时呢 日本和欧美学者又出版了一些书 你比如说我这里举的川北人的这个 沙堂的世界史 这个沙堂的世界史呢 是日本人观察世界 糖业的一个 一个著作 大家都知道日本对这堂 非常敏感 如果大家熟悉的话 知道明清两代 这个 这个日本对这堂 是很重视的 因为所谓中国跟日本的糖船贸易 最大量的商品是什么呢 就是糖 一个船 往往装十几万斤糖 日本对这堂的需求量非常大 可是日本不产 原来不种甘蔗 所以为什么后来日本占领台湾 也把大量做 甘蔗 当作台湾 把台湾当制糖的基地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看糖船 就是长期的糖船资料 清代的长期和琉球 到中国沿岸沿海的船 非常的 频繁的在冒一堂 那么 日本学者对糖的敏感和关注呢 是由来已久的 那么川北人的这个小书 不仅涉及了这些问题 而且它涉及了 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它讨论了砂糖在亚洲 非洲 美洲和欧洲的生产 当然也讨论了 它和殖民地贩卖奴隶的关系 这就是俗话讲的 有糖的地方就有奴隶 同时呢 更有意思的是 它受这个哈贝马斯的影响 特别去讨论 17世纪末 18世纪初 欧洲的咖啡馆 如何刺激近代文化 而这个咖啡馆的一个重要的物品 就是靠糖来支撑的 那么这个 大家都知道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 咖啡馆成为公共空间 讨论政治 这个不受 不受迫害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成为公共空间 那么为什么能够成为公共空间 提供咖啡 而且提供 咖啡用的糖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有一个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 叫做穆素杰 他这本书也有中文本 他写了一本叫做中国 糖与社会 乡民技术和世界市场 那么他也讨论了 这个 这个中国制糖业的历史和社会影响 论述了糖在世界市场里面的交换情况 他要讨论的是 明清中国并没有停滞 也没有压抑商品贸易 已经融入世界市场了 只是要讨论的是 他为什么没有改变 刺激生产形式 没有促成爆炸式的增长 那么这个事情就跟中国史有关系 跟世界史也有关系 一直到最近 2017年 有两个学者 一个叫麦克阿隆松 和一个叫玛丽巴杜斯 他们好像是两口子 他们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 叫做《糖改变了世界》 一个关于香料奴隶制自由和科学的神奇故事 这本书很有趣 它是一个半通俗的 讲得很有趣的一个人 他从印度的宗教仪式上如何用糖开始 讲到欧洲中世纪的信仰 然后一直讲哥伦布怎么样把甘蔗切成块 带到美洲去 然后讲到糖的生产和消费 怎么样导致了大量的奴隶贸易 但是他们更强调 糖液带去了革命的种子 为什么呢 因为糖贸易 奴隶刺激了美国海地和法国殖民地对自由的追求 这部书很好玩 它引用了很多口述史 很多歌曲 还有地图 还有各种档案 用糖串起来一个讲述世界潮流的大历史 我想大家想一想 从糖这个主题能够带多少领域 串联多大的这个世界 发掘多深的历史 我想季先生参与的这个糖的研究 它的意义就是贯穿了三大主题 第一文化知识和技术的交流 全球交流史 第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全球霸权的兴起 第三个就是物质交流推动的全球化取向 所以我想你从这里回过来看季先生这本书 你才能理解它的意义 所以我呢 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也许啊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也许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把中国史放进亚洲 放进世界 也许是我们做一个好的历史研究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题目里面说 什么才是好的历史研究 而且我们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 因为你从学术史上看 你才能知道这个学术潮流是在哪里 然后你才能介入这个潮流 参与这个潮流 然后跟国际学界 跟国际历史学研究者互相对话 这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这听不见 听不见那边的声音 完全听不见 那么我先休息一下 那么我先休息一下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